藍色板燈上貼著號碼就怕被插隊 排隊民眾還用繩子把板燈串起來 天都還沒亮 龍山寺旁的西長街就排了滿滿的民眾 準備等到六點要拿光明燈號碼牌 每年台北龍山寺就會出現大牌長龍搶著點燈 每年點了那小孩子身體就一切順利 媽媽身體也是很健康這樣子 擔心民眾徹夜排隊 龍山寺今年準備了20萬盞燈 包括光明燈 吉祥燈 財神燈 平安燈 鑰匙燈 每一盞都是600元 其中最熱門的鑰匙燈今年也準備了6萬盞 民眾不怕點不到 今年廟方也實施新的發號碼牌措施 希望可以減少排隊人潮 第一天先發800號 發完之後多少人潮還有人潮 今年我們會提早發隔天的500號 別尋找 大家不要在那排隊 雖然實施新措施 不過點燈報名第一天人潮還是滿滿滿 還有民眾在入場前不滿有人帶牌 持刀發生糾紛 妙方說今年燈的數量準備很多 民眾不用搶在頭兩天報名 一星期內都可以點得到